大家好,上一期节目有观众留言说这几天假疫苗的问题我们都很关心,你怎么不谈一谈 其实在前几天我确实有所耳闻又出了一个什么假疫苗问题疫苗 正准备去探究一下 然后前一段时间刚好那个我不是药神 我写了一半的稿子 后来因为时间紧张就没有做出来 后来时间也过了 那么这次刚好有机会 两个事件我查了一下 还真是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就放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正在要准备这一期的时候 国内一个美女的朋友 以前一个同学 她突然发来消息 有时候我们会聊一聊国内发生什么大事 她说最近这个假疫苗你关注没有 然后当时我也是中午 睡眼心松刚午睡起来 我就问了一句 我说这假疫苗死了多少人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如果中国出了什么大事 没有死个十几二十人 根本就不算新闻 而且这个假疫苗不是2016年 刚刚发生过 当时我们也还做了节目 怎么又出了假疫苗 她说这个暂时没有报道有什么死人 但是这个问题很大呀 你怎么不关心呢 然后后来就这个问题又展开了一番争执 所以也启发了我的详细的去研究这个问题 那我查了一下简单来说就是7月15号开始 这个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内部有员工实名举报 他们的狂犬病人用疫苗生产记录造假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品质可能不达标 因为狂犬病大家知道 一旦发病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呢 他实名举报以后 国家药监局紧急飞行检查 然后查证了这个事 然后就紧急通知召回疫苗 随后呢 就过了一天 是过了两天还是一天的 然后突然出了一个处罚通知 就是说加速处理了去年11月份药品检查中 这个公司有一个其他疫苗叫百白破三连疫苗 不合格事件 同样要求召回 然后这两个新闻叠加在一起 也就引起了一个新闻点 然后这个百白破疫苗呢 他后来我查了一下 他是给新生儿用的 给婴儿用的 是三个病 病在一只疫苗里面 已经生产了25万只 销售额是85万 最后呢 现在基本上卖光 只剩下一百多只 然后这个疫苗 比那个狂犬病疫苗 造成的影响范围更大 因为狂犬病疫苗 他没有销售出去 还没有来得及销售 但是这个百白破给婴儿打针的都已经销售完了 也就是说 已经有至少25万只注入到婴儿体内 然后呢 这个国家药监局可能是认为这个事儿 如果被公众扒出来 那就更不得了 所以他主动加速了对他的处罚 罚款了 三百四十四万 也就是对他的 就是除以四倍罚款 在这个 按照医药领域 这已经算是重罚了 这个事件就是这么个事件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为什么暂时还没有死人 就闹出这么大动静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跟习近平 这个逼宫事件有关 习近平最近在出访 那么国内呢 正在逼宫 所以呢 他那派的人呢 就扒这些国内的主管部门 他们的顶头上司 卫生部顶头上司 就是李克强嘛 所以网上有人说 应该要求李克强下台 所以我脑袋一机灵 所以 这我当时就就就眼前一亮嘛 然后网上也有人说 这是习近平派 为了出访期间 稳住国内放的大招 就是把这个视线转移一下 让大家追究这个李克强的责任 从重从快 这种阴谋论呢 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所以我们节目就不评论了 我们下面只从这个事件 已经发生的 可以证实的东西来说 除了这个阴谋论之外 因为这个疫苗 已经被 普遍的接种给婴儿 所以也是造成 目前舆论大华的一个原因 而可能才过了两年 也又是山东 上次是山东在生产和销售 这次是主要接种地就在山东 那么也引起了舆论大化 还有一个 人们还有一个猜测 就是 为什么展示还没有死亡的消息 但是这个 目前这个舆论炒作却是一浪 高过一浪 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后面再说 那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听到这个消息开始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又是一起重复事件 对于中国的这种悲剧 这种丑闻 我已经说过 就是你想把它想象成一个正常社会 它就会隔三差 我再提醒你 它不是 那么最近的是2016年 在以前 从2005年开始 中国还有五起 那么我们先看看 就是国外是怎么做的 网上也迅速有人 整理出来 国外是怎么样对待疫苗失效 或者疫苗出问题的 90年前 澳洲1928年 昆士兰一个小镇 接种白猴疫苗 当时疫苗整个发明 还没有多少年 因为冷藏环境不达标 疫苗没有问题 但是被葡萄球菌污染 所以打了白猴的 好像是40多个小孩 最后死亡12人 然后随后澳洲政府 就开始对疫苗 和整个卫生医疗用品 开始严格监管 1989年 它这个达到了监管 严厉程度达到了高峰 形成了一部医疗用品管理法 其实之前的60年 从1928年开始 他们就有一整套 医疗产品法规 至今呢 澳洲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 药品监管体系最严格的国家 市场准入难度最高的国家 那最近有一个例子 说澳洲一家养鸡厂 它用圈养的鸡的鸡蛋 冒充走地鸡的鸡蛋 放养的鸡蛋 然后被客户怀疑 经调查 一平方米有14只鸡 严重超过了放养走地鸡的标准 所以直接被判罚75万澳元 差不多是直接破产 这就从一个侧面 这还不是药品的例子 这只是它的食品 中间一个打了擦边球的例子 来应征这个澳洲对食品药品监管之言 那么63年前 日本1948年 也因为当时这个乙肝疫苗刚刚流行 但是呢 一次性注射剂并没有流行 当时医务人员为了节省成本 日本战后也很穷 它在玻璃针筒打完以后 它没有更换针头 当时人们这个概念还不是很强 也是经过了这次事件以后 才开始引起重视 结果造成交叉感染 事后50年 最后统计有65万人 因此染上了胰肝 然后是怎么发生揭晓这件事 是因为1988年 有一个当时的小孩 后来的中年人 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得了肝炎 然后就回想起 当时接种过这个疫苗 后来又找到了几名 当时都是接种疫苗的中年人 最后状告日本政府 历时14年的调查 追溯期长达50年 最后日本的卫生部 也就是厚生省 向40多万人赔偿了 进行了巨额赔偿 也就是赔给半个多世纪以前的 日本政府的一种过失 比如说打了疫苗 就是没有症状的 赔50万日元 就只要是当时用枕头打的 有乙肝的赔1200多万日元 轻重度肝硬化肝癌 分别赔给2500万3600万 总计3.2万亿日元 然后当时的90年代的日本首相 兼职人是2010年 然后向公众道歉 3.2万亿日元 对于日本这个经济大国来说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好 那么再看美国 1955年发生了卡特实验室 疫苗公司 他那个没有将小儿麻痹症 疫苗活性彻底杀死 结果造成4万名孩子染病 113人瘫痪 5人死亡 那起诉讼的发起人 是一个叫安妮的小姑娘 他们一家从墨西哥回来 他就突然发病 因为刚刚接种过小儿麻痹症疫苗 所以不太相信是小儿麻痹症引起的 但最后判定确实是小儿麻痹症 当时的监管当局 药品的具体审批的最后一道关口 是NIH 就是国家卫生实验室 也在马里兰 就离我们公司不远 那卡特实验室公司 最初生产的疫苗 因为NIH市场急需 NIH就加速了审批 几乎没有任何检测 就流到市场 后来这个小姑娘安妮和其他一些人经过了公诉 从院长到这个疫苗事件相关人员 就是那个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全部被撤职 美国卫生部的秘书长 和那个国立研究院研究主任也营救辞职 那卡特药厂和其他四家生产不合格 这个辉支 就是小儿麻痹症疫苗的 付出了巨额的民事赔偿 这个小姑娘安妮 后来是小儿麻痹症右腿瘫痪 获得了相当于现在132万美元的赔偿 然后美国开始建立严格的疫苗监管体系 当时呢 这三国家呢 一个是1928年 是年代非常遥远 那么冷藏技术还不过关 也用那种大玻璃瓶子加橡皮塞子的 还大容器反复使用 所以造成了这个葡萄球菌感染 一个呢 是日本当时还没有这个意识 说针头必须得更换 他们一直到1988年一次性注册器普及 才彻底消除这个问题 不是说彻底消除这个问题 就是说彻底没有了这类问题 那美国这个呢 因为当时小儿麻痹疫苗刚研究出来 然后市场需求非常的大 稍微就技术上不过关 然后审批也稍微草率了一点 但是到了中国这儿 不管是注射器冷藏条件 还是疫苗活性 要么就是已经相当成熟 要么疫苗的整套生产线也是从国外引进 可以说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目前在中国 从2004年开始 江苏速签的假疫苗案 05年安徽四红的四线的疫苗违规接种 然后08年又有江苏的和河北福尔 什么狂犬病疫苗造假 2009年有大连京港安迪生疫苗违法添加事件 还有广西来宾假的狂犬疫苗事件 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疫苗事件 死了很多的小孩 2013年乙肝疫苗致死事件 2016年山东那个假疫苗疫苗失效事件 就光数2005年开始 就有九起非常著名的 后果很严重的疫苗事件 而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 国内最早的记录疫苗问题的是 中国经济时报的首席记者王克勤 然后几年以前 他在披露了那个疫苗事件 以后不久 他们的社长就被撤职 然后几年 然后他也被冷藏 几年以前 王克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 山西疫苗案肯定会不了了之 然后山东和全国必出问题 结果在六年以后 当时说这话 可能也就一两年以后 就出了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 然后2018年又再次出 这个这个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说实话 两年以前的这个山东疫苗案呢 最后是有300多人撤职 22人判刑 当时处罚的也力度呢 比以前稍微大一些 但是真正判刑的人还是很少 付出真正惨痛代价的人 没有 企业被罚到很痛的人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官员受到刑事出发 也更没有政府赔偿 但是官方舆论 不管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 在疫苗发生过第一时间 不是想办法去追回 去搞清楚事情的原委 去补偿 去赔偿 去深刻的反省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每一次都是发文去消毒 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毒疫苗 只是失效了 没有关系 中国疫苗监管体系 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大家不必惊慌 去打那个进口的疫苗 我们还是很有能力的 并且政府也高度重视 受害者家属要保持冷静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两天 就是现在这两天 央视啊 今天也就是昨天吧 央视二套 经济半小时 好像是我在网上看的 他没有去报道 最近毒疫苗事件 而是在放几年以前 H7N9 禽流感事件中 中国是如何快的研究出了 可以用的疫苗 而对这次疫苗 没有放什么责任人 没有公司的镜头 没有反思历届疫苗事件 也更没有什么处罚结果 所有的中国媒体 现在都是官方的那几篇稿子 大家都在互相转载而已 都是一个通稿 那民间呢 其实每次发生这些疫苗事件 这些涉及到孩子或者生命 这些悲剧 都会稍稍有一些夸张 传的一些图片 或者一些说法 或者像毒疫苗 这种有助于渲染情绪 加快这个事件的传播 可能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过 可能用词不那么精确 但是像方舟子类似的大V 或者是 其实也算是伪公知了 或者是维稳派的公知 从上一次疫苗案开始 就反复跟网民讨论疫苗失效 和毒疫苗的区别 让大家不用理会网上的留言 他以前发了个推文 就说他从王 他说从王 王克勤开始 就是那个山西疫苗案的记者 中国的记者们已 充满正义感的愚昧无知 前赴后继的妖魔化疫苗 把无效说成有毒 把偶尔说成是疫苗不良反应 终于最后他还有一句结论 终于把中国的公共卫生搞崩溃了 这个记者中国的充满正义感 而愚昧的记者 把中国公共卫生搞崩溃了 其实就跟官方的 我们经常听到那几句 就是有一些人说了几句话 发表一些言论 就把国家颠覆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在方宗子等人的眼里 他对于网民那些 不那么专业的说法 的那种厌恶 优越感和矫情 对官方拼命贬损的 这个民粹的这种抨击 是要远远大于 他对普通人命的关心 类似的官方消息 还有环球时报 在16年的时候 就发了文章 批当时的非常著名的 叫疫苗之商 最后一句话是 疫苗业如果毁了 你们要负责 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 就是类似的想法 按照正常人的常识 正常人的感情来说 这个疫苗 它并非普通的商品 它即便是你证明他没有毒 或者死不了人 但是他也给心理造成极大的阴影 给健康造成极大的不屑净性 就不要说是无效的疫苗 假疫苗 毒疫苗 就算是一个过了期的 无积盐水 甚至是没有过期的 无积盐水 它没有必要给你的小孩 注射到身体里 但是他如果被注射到了 你孩子的身体里 也会让很多人受不了 更何况这些疫苗案 已经不止一次 而且造成了恶性影响 以前造成了大概数十名上百名 孩童的感染 甚至是死亡 难道这时候还让老百姓 都跟医学专家一样 说出来都是非常精确的专业术语 然后还保持冷静 还无所谓吗 所以对这种所谓舆论 就毁了某一产业 甚至毁了中国公共健康 这种说法 不但是完全就不合情理 已经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而且完全是冷血无情 舆论现在中国的舆论要做的 不是已经过于苛刻 而是骂的还远远不够 就不但要骂 而且要罚到倾家荡产 而且要有人为疫苗死人的事 负生命的责任 可能才会有一丝表面的效果 所以像方舟子这样的 好在他是网上说 他不是现场发表演讲 如果是现实当中 可能早就被人拍死了 那中国这种民间舆论的反应呢 还有一些像金融界啊 商务界人士 也表现出了很冷血 就比如像网上流传的 太平洋证券发布会 有些人唱空中国的医疗产业 说这个疫苗也最少 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不能买了 那被踢出了群 那像政府方面呢 就是习近平正在中东非洲访问 然后给阿联酋贷款200亿 支持这个阿拉伯国家的经济重建 中国的人均GDP是不到1万美元 排名世界83 阿联酋人均GDP是7万美元 排名世界第七 然后需要中国去给人家贷款重建 最近还免了伊拉克400多亿美元的贷款 还有给塞内加尔投资 享受国王一般的欢迎待遇 埃塞俄比亚也给了很多 应该有数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 这个经济建设贷款 如果把这些钱10%用在中国的药品监管上 都不会出这么多起事故 所以当国内的小伙伴和观众留言 提醒我关注疫苗事件的时候 我发现跟之前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好像再对事件本身分析 也分析不出什么新意来 所以我就直接跟国内的人讨论 我就直接给了他四个结论 就是第一条就是 这个国家中国发展的目标函数 它的目标不是居民福利 而是帝王伟业 所以这可以解释剩下的所有的事情 那么第二呢 中国的舆论倾向 可以体现出这是一个从上到下 有一种自我欺骗 然后再骗人的倾向的这么一个国家 就是事情 他只能往好了描述 不能往坏了去说 只能正能量 不能负能量 只能涨 不能跌 只能表扬 不能批评 只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所以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到文化 这是一个单向的发调体系 它没有一个纠错机制 第三呢 就是那些主流精英们 为了钱 或者他们自己个人的发展 他只要不希望自己 或者自己的很亲密的人 或者小孩 其他人都是可以牺牲的 这跟那个P2P里面 舍小家 为大家 舍韭菜 保大户 其实是舍平民保权贵 从经济到政治 这是一脉相承的 只不过这一次呢 我前面说了 为什么舆论这么大 就是因为好像这一次 据说长生疫苗 因为它是名牌产品 上市公司 涉及到了中国国家很多部委 像什么食药监局 安监局的多个小区 或者幼儿园 他们的小孩 甚至是那个京东 刘强东的小孩 据说也打了长生的疫苗 所以尽管目前还没有 特别特别严重后果 但是他的舆论反响很大 李克强也出来说 要给突破道德底线了 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那么以前那些疫苗案 死的都是农村孩子 好像就没有引起 这么大的反响 然后呢 我跟国内人讨论 就是这真的是 个别公司的问题吗 就是中国人现在 出了这些具体事 他很会具体分析 他就把这些疫苗事件 贵于个别公司的问题 公司的不良 这就是我上一期 在我不是药神 本来想说的 这个我不是药神 那剧情怎么就不介绍了 结果它归结于一个最终的词 就是这是穷的问题 或者说影片里通篇批判的是 这个无良药企 药价高企 没有道德的问题 那真的是这样吗 显然不可能啊 多了就不说了 第一 中国的药柜 它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一个是 这药公司的那个价钱就贵 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中国的药柜是在于 它的许可制度 就是你 它如果不许可你 那么你真药也是假药 为了要获得许可 就需要很大的成本 然后呢 就像疫苗 如果它只允许极少数的外国疫苗进入 哪怕是过了这个专利保护期 其他的它不批准 这样的话 你自然就造成了少数的药特别贵 然后进了中国的这个医疗产品目录 它如果不给你进医保的话 你照样平民老百姓用不起 就在我不是药神那个电影里面 如果是在 他说是从02年开始 有去印度走私这个防治药 那到2012年国家才逐渐进入了医保 那么你想如果你家中有病人 这10年你要怎么煎熬过来 而且到现在2018年 还有的省份是不把那个格列位加入医保的 所以加不加入医保 是直接决定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 那是最重要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三个印度它在药品的专利保护上 它是政府强势支持国内的企业 可以仿制国外的这个专利药品的 甚至这样它可以加强了它本国的这个医疗产业 印度并不是好像表面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发达 它的气候也不好 它人也很多 还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啊 文化的问题 但是它在药品在对民生的照顾上啊 它政府甚至支持企业去强制仿制 甚至不惜跟外国的公司啊打官司 在这种强力支持下 很多的就是全球制药企业跟印度也达成了就是谅解协议啊 给予一定程度上 就是专利缩短啊 或者可以仿制啊等等 所以印度现在仿制要占全球20% 有世界药房的这个这个称呼 但是中国有没有这种政府支持你药企去仿制的 没有 那么在中国因为我以前有朋友在跨国药企啊 所以也知道一些外国药企在中国的情况 就是药要进卫生部的目录 也需要政府公关 那么要再进医院 你要跟医院公关 他经常是会贿赂啊 现在就是越来越隐性了 或者越来越婉转 不是直接送钱啊 或者什么 比如说给官员啊 培训医生培训旅游啊 发轮文开会啊等等 现在主要用这个方法 当时这个其实是一家比较知名的在华药企业 但是我就不说名字了 就是他们搞政府公关的人啊 那么平时的消费啊收入也好 都跟平常人是是有天壤之别 就可见他们花在这方面的成本 其实最后都是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普通人啊 老师说茅台多好多好喝茅台啊 他们可能连茅台都不喝 他们喝的是茅台原浆酒啊 直接到茅台镇 是人家酿酒的那个 那个那个原浆啊 经常是对一点水啊 继续发酵什么 他们喝那个 所以这些成本都是老百姓转嫁的 然后呢 这个中国政府 他跟这个外国药企 其实是穿一条裤子的 他就他跟医院 也是绑在一起 就想办法提高你的价格 多收你中国老百姓一道钱 他怎么可能去帮着你去得罪那个药厂 去让你强制的去防治呢 所以说人们经常说中国的是专制国家的效率很高 但是他收你钱的效率啊 比他真正创新啊 实际的生产效率要高得多 他不会在乎你的死活啊 因为前面我说过了 最核心的问题是 他的发展目标就不是为了你居民的福利 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帝王伟业 实际上就是几少出人的利益 他们是官你是民 他们是我们啊 你就是那个不惜一切的代价中的代价 最后一个 即使是后来仿制了药 就是我的药神 电影公布以后 有很多反馈的信息 即使现在中国有仿制药了 那个仿制割裂位的药 仍然要四千块钱一瓶 而同样的药 印度只要两百 所以这个中国人丝毫不用怀疑 最近提出的医疗养老教育三驾马车 就是要从你不得不掏钱的地方 那个消费刚性特别强的地方 他要把你榨干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 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 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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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